职场有方圆 规则可不少 眼观四面 耳听八方 哪来一记变化球 看我接招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和你 Easy talk Easy work 您现在收听的是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我是欢恩 前几天呢 刚去北京出差了一趟 拜访了我们在北京的团队 也会见了我们在北京的高阶客户 然后呢就有一些感慨 想说刚好趁着本周 来到了I开头的单字 那么就以Insights为题 来跟大家分享 这一趟出差形成下来 我对职场的一些洞察 Insights中文的翻译呢 就是洞察 不过呢其实我总是对这个翻译 感到有一点点困惑哦 因为呢 洞察从字面上 虽然好像读起来很合理 感觉上就是更深入的去观察 可以透析一件事情各种的缘由 不过呢 与其说这是一个动词 其实Insights在英文的用法 更贴近理解 明白的意思 当你获得Insights 这意味着你对某一件事情 有了一个更深入的认识跟了解 你更具体的明白了一件事情之所以 会有这样的发展 或者是消费者之所以 会做这样的选择 你明白了他们背后那些最根本的动机 还有初衷是什么 所以呢 好的Insights 是要能够付诸行动的 能够进而带出具体的效益 比方说呢 前不久我帮忙支援了一个案子 那因为呢 这个客户是卫生医疗产业的一个跨国企业 所以呢 我们的团队为了要能够提供一些 作为创意跳板的范例 特别分享了一个例子哦 提到说某一个医生世家出身的电玩工程师 他的爸爸妈妈 他的兄弟姐妹全部都是医生 唯独他这个不务正业哦 就是变成了一个电玩工程师 可是呢 他始终敌不过他医生爸爸 时不时对他的唠叨哦 总是问他说 可不可以拜托你发挥一下所长 来造福一下我们的医疗产业 所以呢 这位电玩工程师就开发了一个 专门针对医生的手机游戏APP 这个手机游戏APP呢 提供了四款模拟特定手术的关卡 背后的insights其实呢 就是取决于这个电玩工程师 他意识到医生呢 常常在琐碎的休息时间当中 不是赶快拿来睡觉补眠 就是在那边滑手机 那既然如此 何不让他们可以更有效的 甚至是更有意义的 来利用这些零碎的时间哦 透过这个手游APP 等于是可以帮助医生 继续有趣的 好玩的去演练一些 很复杂的手术流程哦 其实好像是在打游戏 可是实质上 是为他们的专业 为他们的工作的内容 是有帮助的 可见得当你能够掌握到 正确的insights的时候呢 这些关键的洞察 不仅可以转化成 创意的点子 可能可以改变我们 看待某件事情的角度 帮助我们做出更精准 更正确的判断 还有决策 甚至还能够带出 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这次北京出差 刚好是搭上了 我们纽约团队 亚太视察行程的 一个顺风车 所以呢 就有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觐见了我们客户端 在大中华地区的行销长 同行的我的澳洲老板 他早就跟我天花乱坠的 吹捧过这位女行销长哦 说这位中国女士高雅 有品味 每一次出场的时候 总是让人惊艳哦 而且呢 在中国业界的女性领导圈中 更是一号响当当的人物 但我见过他本人之后 还真是名不虚传哦 不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 并不是这一位女行销长 她的打扮有多时髦 或者是她的英文 怎么样子流利 最让我折服的 是这个高阶客户 她可是有备而来的 说起来我们这一趟行程 可以说是B公司 全球总部 跟亚太总部协力 访问中国客户哦 与其说是视察 其实不如说 我们真的是来 跟我们的中国客户来 拨感情的啦 就是亲自现身来替客户 虚寒问暖咯 为了要让中国客户 可以觉得自己还挺重要的啦 让他们明白说 今天他们中国市场的需求 那不仅仅是我们北京团队的责任 还有义务哦 我们北京团队背后 还有B公司的亚太 以及纽约团队的加持 做他们的后盾 基本上就是要再一次 让我们这个长期的 全球大客户知道 即便今天你们是巴竿子 跟美国打不着边的中国市场 我们从亚太 从纽约也绝对是权力支援的 所以你们跟我们的合作 绝对可以放120颗星 所以相对来说 其实要在这场会议上头 要有所表现 要有所预备 这些压力 其实应该是完全落在我们头上的 毕竟我们是来拜访客户的 可是有一些出乎意料的是 全中国首席行销长的 这个高阶客户 他对于全球总部 雏形都尚未底定的 一个最新指导方针 竟然是辽若指掌 能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这些方针当中 哪一些就他看来 是合乎中国市场需求的 又是哪一些 是他没有办法配合的 而背后的原因 背后他的困难又是什么 和他的一个半小时会议当中 虽然其实根本就没有 轮到我说话的份哦 我不过是一个小跟班 可是我却也在其中学到了一个 很重要的insight 这个洞察就是 今天无论未接 开会前的准备 都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这场会议 你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是主事者 还是你只是接见访客 又或者其实你是那个有求 愚人的的人哦 心里其实都应该要先有个底嘛 这样子你才能够更有效地 来善用会议时间 从中获得你最需要的东西 那因为这位高阶客户 有备而来 把握了B公司的纽约代表 拜访的这个机会哦 来表达了自己对于全球方针 一些顾虑 还有一些针对中国市场的需求 那么纽约代表就能够及时地回头向 纽约全球的客户来反应 然后后续在 底定全球方针的过程当中呢 也比较能够确保中国市场的需求 或者是他们的难处 不会被罔顾 不会被冷落掉 职场会议 说起来该是我们大部分人工作内容当中 可能最让我们感到痛苦 却又是最无法省略的一个必要之恶 你在开会的时候 是浑浑噩噩 脑袋空空 就是搭别人的顺风车呢 还是不管 今天你在这场会议当中 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你都是带着非常明确的目标 有备而来的参与 这场会议呢 希望这第一个insight 可以让你在下一场会议当中 换一个心态 有不一样的表现 在这位高阶客户的应对当中 我看到了职场第二个重要的insight 那就是今天所有的情况 无论好坏都可以 被看作是一个转机 是一个opportunity 中国市场的特殊 全球真的是无人能出其左右 而当然中国市场的规模 它的价值更是 让人没有办法忽视它的重要性 即便它有一些很难搞 外人很难测透的地方 就算客户的全球总部 相对没有国际观 没有能够实时的将中国市场的需求 很周全的纳入他们的计划当中 可是呢中国市场的独特性 反而给了我们的中国行销长 一个勇敢做自己的本钱 什么意思呢 这就意味着面对现行 这个全球方针的不完备 其实与其在那边跳脚骂人 这位中国区的行销长 他更知道自己手上其实握着的是更多筹码 是可以直接要求重写游戏规则 那即便是提出这样的一个请求 全球总部其实也只有乖乖让步的份 谁知道中国市场就是这样的不一样 所以你今天想要争取一定程度的差别待遇 这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嘛 怎么样子吵架 如何反映你面对的难处 让对方愿意放下身段来配合你 甚至愿意给你更多的自由 让你做自己 让你去开拓一些新的方向 一些新的idea 这些都是职场上非常重要的技巧 太多时候我们忙着在那边怨天尤人 抱怨着谁谁谁怎么样子愚蠢 搞不清楚状况 或者是眼下我们所面临的情形 是怎么样子令人摇头叹气 与其把时间把精力花在 这些没有意义 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抱怨上 还不如打起精神来 想办法看破表面之后的那些insight 到底是什么 到底在哪里 知道不尽人意的时候 其实意味着有许多可以进步 可以改变 可以调整的空间 再怎样子差 怎么样子令人失望的情况 都可以成为一个转机 其实就端看你怎么样子来应对 如何来解决眼下的问题 我们这位中国高阶客户 他也给我上了一课 能在任何情况当中都看见转机的可能 关键就是你必须要立基于一个深厚的自知之明 所以中国去的行销长 他非常清楚知道自己市场的现实条件和需求是什么 更明白自己组织的强项 和一而再再而三的败笔何在哦 所以他能够很精准的分析出来 今天如何将劣势扭转 怎样的话术 可以更有效的来包装自己的无从配合 并不是出自于他不受控制 或者是就是想要去搞一套跟全球不一样的东西哦 而是很纯粹的 我只是想要反映我们现实条件的不同跟限制 我只是想要一起来集思广益 你所提出的这个全球方针 现实如果不适用的话 怎么样子调整 是中国市场可以接受 是可以套用的呢 所以呢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insight就是 你自己现在在职场上所面临的状况 不论好坏 你是否已经做足功课 你充分了解了其中的每个环节 每个条件 每个限制 你对整个局势已经了解到 你能够一眼就看出转机何在 然后也知道说 要如何慢慢的去引导身边的团队 可以和你一起找到那个对的转捩点 然后重新一起照正 指向一个对的方向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我是节目主持人 欢恩 今天在节目当中 以insights 也就是洞察这个单字为题 跟大家分享了几个我在近期一趟北京出差的行程当中 得到了一些在职场的观察跟大彻大悟哦 第一天和高阶客户会晤的行程 其实呢比我想象的要更快结束哦 那因为我的澳洲老板他也还算是贴心啦 不希望拖着我去参加一些可能跟我无关的会议 所以呢就特别恩准 我可以提前离开 那刚好呢我们纽约总部专程飞来 进行亚太视察的媒体资深副总 他呢也获得了可以早退的这样的一个财势哦 所以呢我们两个人就作伴 先行呢从客户那边返回到我们的北京办公室 可是呢因为时间太充裕了 我们两个差好后续都没有什么会议哦 然后也没有什么很迫切的工作 干脆结伴一块去觅食去午餐哦 这个情况其实说起来也算是蛮尴尬的 那虽然呢我还在纽约办公室的时候 其实跟这个媒体资深副总有过几面之缘 可是说真的我们真的是一点都不熟 我从来也没有跟他一起共事过 所以我们彼此的交集其实很有限的 他算来其实就是我们服务全球客户的纽约团队当中 他就是我们最高阶的媒体主管了 等于是他算是管遍布全球的所有专门为这个客户做媒体的同仁哦 所以可见的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等级的大番鼠哦 所以忽然之间要我跟这样一个level的人要一对一一起打发好几个小时 其实我觉得听众朋友光是用想象的 大家都已经可以感受到那样子的一个难为情了 更雪上加霜的就是呢 我们莫名其妙的竟然挑中了一间网品牛排馆用餐哦 所以大家能够想象你今天要跟一个自己超级不熟的高阶主管 共进一顿复餐前酒还有开胃菜还有甜点的牛排午餐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吗 可是坦白来说整个过程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尴尬耶 媒体资深副总呢也算是一个好聊的人啦 可是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领悟到的就是与人互动的关键insight在于 你是不是有主动表达你有兴趣想要多认识对方 你是不是有替别人做求开话题顺着对方的兴趣来聊 然后你是不是有专注的去聆听 如果有办法做到以上这一些的话 那其实就没有什么话不投机这种事 这个insight说出来 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哦 想办法了解对方 想办法照着对方的兴趣聊天 想办法聆听 可是平心而论我真的不觉得 我们现在这个世代的人 有具备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可以针对他人的喜好还有兴趣 做求开话题 而且还可以这样子细心耶 我觉得我们现在越来越缺乏这样的一个社交的技能 这年头呢我们宁可低头滑手机 我们其实好像也不太愿意跟别人打交道 不太愿意去冒那个风险 面对面的摸索 我们今天跟眼前这个人 我们之间的交集到底是多是少 有没有延展的可能 虽然差不多两个小时的这个四目相交的牛排午餐 真的不能说是跟高阶主管互动的首选哦 可是我很认真的要问听众朋友 你们觉得用一顿午餐的时间 能够多认识一个人呢 对我来说跟这位媒体资深副总裁 一顿午餐下来 我从对他完全一无所惜 到我现在知道 他的配偶是知名会计事务所的律师 一个礼拜呢能够在家工作两天 所以呢两人照顾了多年 目前刚满四岁 名叫奶油杯的爱犬 就不需要天天送狗狗托儿所 奶油杯呢是黄金猎犬跟贵宾犬的混种 一身的黄金绒毛 真的就像是一只金黄色的拖把头哦 可是即便如此 看起来毛好像很多 可是他完全不会掉毛耶 所以呢就算是平常可能对狗会过敏的人 碰到奶油杯也完全不会有问题 奶油杯呢平常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 最喜欢的呢就是睡觉 所以难得要去上狗狗托儿所的时候 反而常常会一不小心就放电过了头哦 就是可能在托儿所又跑又跳又追又赶的 所以回到家真的累趴了就是想睡觉 可是呢奶油杯也挺有趣的 就是可能比小朋友还难搞哦 所以这个时候他特别爱捆的时候 他甚至呢还会霸气的 在那边鬼吼鬼噪 就是要催促主人赶快一起就寝啦 这样子呢自己好跟上床去 然后在两个人肉枕头中间 瞧好位置一较好眠 当你发现一个会让对方眼睛发亮的主题的时候 顺势追问下去 就尽量将话语圈礼让给对方 你就负责听跟问问题就好了 其实这样的一个互动方式 可以第一个就是在很短的时间 获得非常大量的关于对方的资讯 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大幅降低 无话可说聊不来的窘境 可是呢这个insight 要能够成功的关键就在于 你必须要诚心做到一个无私 一个彻底发挥内在好奇心的境界 你在你的生活 你的职场当中 在和不熟的人互动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尝试过 主动的将美光灯聚焦在对方身上 诚心无私而充满好奇心的 去挖掘对方所感兴趣的事 然后让对方大方分享 自己则是闭上嘴专心聆听呢 试试看去执行这么一个简单的insight吧 不仅能够化解掉 无话可说的尴尬场面 说不定你还因此能够多认识 一些有趣的朋友呢 来自纽约办公室的媒体资深副总 在分享完了我们全球团队的目标 宗旨和他对于这一年 所设定的一些想法 还有期许之后呢 特别开放了一个问答时间 可是亚洲人嘛 就是特别害羞咯 所以真的很不擅长 在公共场合跟高阶主管 有什么太直接的互动 所以呢开放问答时间之后 就是一个可以预期的鸦雀无声 好在呢这个北京团队的大头 也算是比较有担当哦 这时候呢就举手发言 代表了手下这些年轻的喽啰 提出了一个 其实是蛮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这年头 其实不管是哪个公司行号 谈到留财 这档事其实真的就是最让人头痛 那你就更不要提 像我们这种吃力不讨好的 广告公司生态哦 很常 特别是如果你是 大学刚毕业 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你来广告公司 好歹就是待个两年 差不多其实就可以走人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那北京团队的大头就主动提及啊 希望纽约办公室的这个媒体资深副总 可不可以分享几个有说服力的理由 来鼓励北京团队年轻同仁 不要急着跳槽 不要轻易的就放下现在手上的这个机会 这一份工作 那媒体资深副总 他的个性是非常的开朗 非常的乐观的哦 迫不及待的想要跟北京团队的同事分享 那些振奋他让他每天早上跳下床 冲进办公室上班的原因哦 那其实不外乎包括了就是团队成员彼此之间的情谊啊 有提到说B公司其实在选用人才 要求也算是严谨 所以这些人的素质其实都不低 那很多时候其实你可能也不太能够相信 或是指望你跳槽到的其他公司 能够遇见素质相当的同事跟人嘛 那另外呢就有提到说 今天就算客户有太多的不是哦 其实平心而论 当你去跟其他的客户比较之下 我们现在这个客户所给予我们的权限 还有合作的空间 真的真的都是难出其左右的 所以也因此我们多了一些机会 去参与在一些实质的改变上 即便有的时候这些改变 耗费的时间还是很久的 毕竟我们的客户也是一个很庞大 很行之非常多年的 一个老字号的大型的跨国企业哦 所以任何的改变 任何的变迁都是需要花一些时间的嘛 我的澳洲老板也乐得分享哦 那因为我们的团队遍及全球 所以呢 等于是提供了大家一个全球轮调的机会 所以呢 千万就是在想要离职之前 至少要先坐下来跟自己的直属主管 稍微聊一下 因为可能你在你现在这个办公室 你这个城市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需求 搞不好在下一个城市 在伦敦 在纽约 在新加坡 就会有一个直属是满足你所期待的 所向往的 再者呢 其实呢 我们这个客户虽然挺难搞的 可是你今天有幸被编列进这个客户团队 其实呢 不管是在纽约办公室 雪梨办公室 或者是新加坡办公室 还是北京办公室 你有本事被固定 服务这个客户团队当中 言下之意就是B公司的佼佼者啦 所以你如果今天能够胜任这么工作 意味着你后续在B公司任何一个单位 其实都会吃得蛮开的 那就更不用说 哪一天如果你真心想要跳槽 也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 你今天有做过这个客户 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绝对会给你的履历是大家分的 纽约来的媒体资深副总 虽然人在B公司服务这个客户的年资 还不及我的澳洲老板的三分之一哦 可是呢 从他们两个人的分享当中 我就得到了第四个职场insight 那就是职场留财的诱因 其实可以有很多 找到一个能让自己死心塌地的 这真的是很重要 等到哪一天如果你今天有机会 可以去转而去说服他人的时候 那关键当然就是 你自己必须先要打从心底 相信自己所言甚事 说起来现代人对于工作的想望 已经不再是 哦就让我找到一个铁饭碗吧 让我找到一间公司 是可以让我一做就直接做到退休的 现在年轻人对于公司的忠诚度 真的是越来越低哦 做得不爽 做得不开心 工作可以一换再换 一份工作的价值多少 一个职业的前景为何 很多时候其实不光只是用薪水多寡 就足以衡量的 虽然我们还是必须要很实际的说 能够赚多少钱 发多少薪水 这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之一 可是我们应该都知道 这不是满足工作的成就感的全部 听众朋友有没有认真去思考过 你在职场上要有所满足 最核心的驱动力是什么呢 是希望能够赚大家钱 还是想要做有意义 能够让你有成就感的事情 或者是可能可以出国 可以出差 可以旅行 可以有国际轮调的机会 还是可以接触很多元 很不同的业务 这样的一个弹性 又或者是不是 你希望能够遇到 许多值得你看齐的同事 或者是你的前辈 最好呢 他们就像是一座又一座 挖也挖不完的宝山 可以让你每一天上班 都有不一样的收获 不管最能让你心动的诱因 是什么 我觉得跟大家分享 这第四个insight之所以重要 主要就是要能够更了解 自己的喜好嘛 你就能够明白说 什么样的工作 最能够让你充满了动力 不管是对公司 或者是对自己 我想这样的一个了解 都是有帮助的 本节目由好家庭联盟网 台北Bravo FM9.3 台中古典音乐台 FM97.7制作播出 您现在收听的是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我是欢恩 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以insights为题 分享了一趟北京出差下来 自己获得的四个关乎职场 以及与人互动的insights insights 中文翻译就叫做洞察 那其实呢 我觉得 意思就是 你今天对一件事情 有了一些更深入的领悟跟发现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提到的第一个洞察呢 就是不管 今天你是楼裸还是主管 你是代理厂商还是客户 位阶有多高或者有多低 你今天在这场会议当中 是主人还是客人 在会议之前的充分准备 都是必要的 唯有事先准备好 做好功课 你才能够有效发挥 会议的作用 有备而来 不是为了让你在会议当中 可以给谁一个下马威哦 或者是来树立自己的威信 甚至是好像想要争夺会议的主导权 纯粹是当你有备而来的时候 你更清楚知道 自己期待从这场会议当中 得到怎么样的一个收获 而在会议进行当中 你才比较清楚的 有一个想法 知道怎么样子来引导 会议当中的讨论 能够让你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第二个洞察 第二个insight 就是任何的情况 不管好坏 在你充分掌握资讯下 总是能够找到转机的 所以事与愿违的时候 与其花时间去心事问罪啊 找人背黑锅啊 还不如盘点一下 自己所能够掌握的现实条件为何 然后一起跟伙伴们 换位思考 如何从中找到一个可以扭转乾坤的着力点 第三个insight 第三个洞察 就是其实真的没有所谓的话不投机 真正的问题应该是 你到底够不够无私 你够不够好奇 你有没有认真的依照对方的兴趣 去做球 去开话题 有没有认真的聆听 我们现在讲求的就是一个 一键搞定一键到位的便利哦 宁可活在自己的小小虚拟世界里 也难得有机会有那个意愿 在真实的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上去赌一把 天知道因为这样的一个惰性哦 我们因此错过了多少有趣的人跟话题呢 北京出差的第一天晚上 新加坡办公室 纽约办公室 还有北京办公室的同仁 集聚在一家知名的火锅连锁店 共进晚餐 用餐期间呢 我们是中文英文双声轨道在交谈哦 席间来自澳洲的我的老板 以及来自纽约的媒体资深副总 就忽然间聊开了 轮流开始分享 他们自身或者是朋友之间耳闻的各种荒诞事情哦 像是在飞机上遇到睡梦当中 吐了自己一声却还没有醒过来的旅客哦 或者是那些喝醉酒 因而搞得头破血流 都还不自知 甚至是不小心睡错家的配偶 他们的各种夸张行径哦 就于这样子一搭一唱的闲聊 顺着彼此的喜好 打开了话匣子 我们这边一个小小联合国的聚餐上 我们婴儿找到了彼此的共通点 是远远多过彼此之间在语言在文化上头的差异 第四个insight 第四个洞察 是关于职场留财的诱因 了解一份工作为何吸引自己 不是要你好像一辈子就死终效力于一间公司哦 而是要你好好的扪心自问 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 倘若哪一天真的必须要跳槽的时候 你才不会积不择食嘛 你才不会好像每个原则没有任何标准的 什么什么阿猫阿狗的公司找上门来 你就都接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男保不会很快的又落入一个工作不顺 不爽 想要辞职 想要跳槽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其实说到职场洞察 职场上的insight 真的是百百种哦 做主管的 做楼落的 都有很多不同面上的体悟跟发现 那今天这节目当中 其实很简单的分享了几个刚好 是我在出差过程当中的一些 小小的感慨 还有收获吧 那希望多少也有让听众朋友 可能对自己的职业 有一些不一样的洞察跟看见 那大家如果有任何其他的职场体会 也非常欢迎可以到那些 老外教我的事的脸书专页 来跟我分享哦 对了 如果您是用Apple Podcast 听这一集的话 请帮我评分五颗星或留言 如果您是用Castbox Spotify等APP平台收听 也请你帮我分享给您的朋友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 拜拜